總統府在今天公布了副總統 賴清德特使團出訪 巴拉圭行前 預計 這月十二號起承 那麼十八號返抵國門 期間除了會參加這八國 新任總統就職典禮之外 也確定會過境美國紐約 以及舊金山 而包括了總統蔡英文 生病的核心幕僚 林扎龍以及黃崇燕 等人他們也都會來隨行 要為賴清德出訪規格再加分 西裝筆挺的照片 搭配臺八兩國國企 總統府召開記者會 說明副總統賴清德 出訪友邦巴拉圭細節 大家最關注的就是 來回過境美國的安排 除了AIT的官員以外 有沒有其他美國新政官員 安排會跟副總統見面 過境的行程 就還在規劃之中 然後我們會在適當時間 再跟各位說明 訪談一期十二號下午起承 當天過境美國紐約 停留一天後前往巴拉圭 會晤新就任八國總統 隔天出席就職典禮 並在十六號下午 過境美國西岸舊金山 十七號離開美國 最後十八號返抵國門 對於特使團的出訪 蔡總統也期許訪團 可以達成深化台八邦誼 拓展雙方合作的 兩大核心目標 這次由總統府秘書長 林家隆等人隨行 而身兼2024總統參選人的 賴清德 此趟過境美國 對外果不其然氣到跳腳 只是不僅中國試圖介入影響 賴清德的走入白宮說 之前傳出美方關切 府方再度說明台美之間沒有誤會 往來的狀況的緊密 關係的這個深化 我想應該是有目共睹 其實雙方都在一個相互清楚的 這個將互了解之下 那也沒有所謂外界說的 所謂造成誤會等等這個問題 澄清再澄清 加上總統蔡英文身邊的核心幕僚 黃崇燕現身訪團 不僅代表全力挺賴 更要為賴清德出訪規格 再加分 記得旅正兩款自然台北從國道